第四章 巨人 哈囉大家好 我是葉東烈 今天要講到動漫是 晉級的巨人 相信有看過巨人作部作品的朋友們 應該都對九大巨人很熟悉吧 我今天要講到的不是九大巨人的能力 而是歷練九大巨人的長相以及造型 九大巨人會根據擁有者的長相 進而決定他們的外型以及特徵 有些非常的帥 而有些則不太好看 首先來說說 石獨巨人 石獨巨人的外表通常都不一定 例如愛蓮和師祖優米爾的師祖形態就非常龐大 而弗利達雷斯的師祖形態就只有13米而已 石獨巨人的眼睛十分的漂亮 是紫藍色的瞳孔 但這只限於擁有王族之血的人 繼承師祖巨人才會擁有這種眼睛 第一位 優米爾 弗利茲 師祖優米爾的巨人外表有兩種類型 一種是插畫理流的長髮的成熟女性巨人 五官以及身心基本上都跟人的外型非常相似 眼神非常的空洞 另一種類型則是最近才在漫畫亮相的 依照歷史所記載的內容 這個石獨優米爾的巨人型態十分龐大 有外國網友分析他的巨人身高至少240米 不知道真的還是假的 他的外型是一個帶有長頭髮 以及女性特徵的薛獸巨人 胸前以及腰部有著類似肋骨的物質 面部則是一個骷髏人的樣子 幾乎是九大巨人的綜合體 第二位 初代雷斯王 卡爾弗利茲 卡爾弗利茲的石獨巨人外型 是一個擁有一頭長髮以及尖牙齒的巨人 體型相比石獨優米爾的比較有肉一點 但還是可以清楚地看見圖書的肋骨 以及有著十分秀長的手臂和粗壯的大腿 第三位 烏力雷斯 烏力雷斯的石獨型態只在 對抗肯尼阿卡曼斯出現過 而且還是不完整的型態 不過從這個臉部外型來看 應該是一個顏值挺高的巨人 第四位 弗利達雷斯 相信弗利達的石獨型態 大家都應該印象十分深刻吧 她的巨人外型擁有十分明顯的女性特徵 一頭黑腸子的秀髮 身材又非常的好 尤其是歐派的大小更是超越了女巨人 不過臉部方面就沒有作為人類時的臉那麼好看 巨人型態的臉看起來比較兇惡和老一些 不過我想今天如果換成是女王 繼承石獨巨人 估計應該也是長成這個樣子 只是是金色頭髮而已 第五位 艾連夜卡 艾連一直以來所呈現的巨人外型 都是進階巨人樣子 一直到了漫畫後期 艾連成功發動了地名之時 她的石獨型態才真的展現出來 外型相比其他巨人真的非常的獨居一格 她的石獨巨人體型比超大型巨人大上好幾倍 外表除了頭以外全身都是 由無數根巨大肋骨所形成 背上有類似像劍龍骨子般的尖刺 隨著背部幾線一直延伸到尾部 前端懸掛著進階巨人上半部身體的骨架 頭部則是進階巨人的樣子 只不過頭髮變得更長 多了嘴唇 下巴沒有了皮膚 第二種 進階的巨人 進階的巨人跟十五巨人一樣 這兩種巨人的名字並不是以外觀來命名的 而是根據內涵以及意義來命名的 而這個巨人對故事整個走向有很大的影響 第一位 艾連夜卡 艾連進階的巨人的型態可說是 她本身標誌性的代表 身高為十五米基 外表是一個長著精靈耳朵的長臉巨人 有著綠色的眼睛以及類似裂口女的嘴巴 沒有嘴唇 牙齒呈現不規則的巨齒狀排列 舌頭很長 體型非常的精壯 第二位 古力夏 夜卡 古力夏的進階巨人又稱為多毛巨人 正是因為古力夏的巨人型態 擁有濃密的胸毛 長髮以及鬍子 她跟艾連一樣有著精靈的耳朵 體型比艾連還要壯碩許多 整體看起來有點像圍巨人 第三位 艾連庫爾嘉 庫爾嘉的進階巨人型態非常帥 外型以及臉部幾乎是放大的庫爾嘉本人 算是九道巨人中長相最正常的巨人 眼睛散發著綠色的光芒 而庫爾嘉並沒有像艾連和他爸一樣有尖耳朵 第三種 凱茲巨人 第一位 萊娜布朗 凱茲巨人的綽號真的有夠多 什麼憨之巨人啊 對門巨人不勝巨人啊 不過這幾乎全部都是在調侃使用者比較多 凱茲巨人顧名思義就是穿著鎧甲的巨人 身高為十五米級 外表身體大部分都覆蓋著硬質化的組織 體型非常的壯碩 整體看起來非常的霸氣 不過凱茲脫落後似乎就變成一個沒有皮膚的巨人 凱茲巨人還有另一個稱號就是帥之巨人 這原著於萊娜在雷貝利歐 變成不完全體凱茲巨人時的稱號 不得不說不完全體的顏值真的有夠高 第四種 女巨人 第一位 雅妮 雷恩哈特 女巨人顧名思義就是女的巨人 當然就更有女性 該有的特徵 身高14米級 金髮藍銅擁有十分苗條的身材 以及傲人的曲線 臉部更是承接了雅妮的高顏值 女巨人的皮膚不像弗力達始祖形態全身都有 而適合肌肉組織均勻分布在各個部位 我一直想問如果給男生繼承女巨人 會變成什麼樣子啊? 第五種 獸之巨人 第一位 吉克葉卡 獸之巨人身高17米級 外型長得像猴子 猩猩 大腳怪 或是各種靈長類生物 他跟父親和弟弟一樣長有尖耳朵 擁有一雙異常鮮膝又修長的手臂 上半身十分的長 又分為腹肌和啤酒肚部份 第六種 二隻巨人 二隻巨人長得並不大隻 只有五米而已 手長腳短 但十分的靈活 牙齒十分的尖利 咬合力極強 第一位 尤米爾 尤米爾的二隻巨人型態 跟他純潔巨人型態幾乎是一模一樣 差別就在於二隻巨人型態比較壯 純潔巨人型態比較瘦 二隻巨人時牙齒是尖的 純潔巨人時牙齒是平的 不過尤米爾的巨人型態真的不太好看 甚至還被柯妮說成是醜八怪 我個人覺得長得有點像 惡靈古堡7米亞發瘋的樣子 第二位 普爾克 加利亞德 普爾克的二隻巨人型態比尤米爾的還要壯 長著一頭金色的繡法以及鬍子 臉部以及手指被硬質化組織覆蓋 宛如戴面具一樣 面具上還有硬質化的牙齒 等於攻擊敵人時有兩層牙齒可以使用 第三位 馬賽 加利亞德 馬賽是普爾克的哥哥 因此他們的二隻巨人型態外型很相似 不同的地方則是哥哥是黑髮 弟弟是金髮 嘴巴部分似乎比弟弟小一點 第四位 法爾克 葛萊斯 法爾克的二隻巨人是我覺得最帥的一個 外型有著琴類的特徵 雙手布滿羽毛 以及有著猛琴的爪子 面部長有類似鳥嘴的硬質化組織 內部的嘴巴則是形式於人的嘴巴 第七種 超大型巨人 超大型巨人可謂是進階巨人這部作品中 最具有代表性的巨人 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有關 這部作品的宣傳單 海報以及電玩 都一定會有超大型巨人 第一位 貝爾托特 胡佛 貝爾托特的超大型巨人身高60米 全身完全沒有任何一點皮膚 有點像日本恐怖片裡面會有的 那種人體肌肉模型 超大型巨人有著熟不清的牙齒 以及修長鮮細的雙手 腿部則不同於手 十分的粗壯 全身散發著蒸氣 總共有10塊腹肌 第二位 阿爾敏 亞盧雷特 阿爾敏的超大型巨人外型 相比貝爾托特感覺沒那麼陽剛 表情看起來非常悲傷 臉部多了嘴唇 鼻子和耳朵則不見了 體型比貝爾托特還要瘦 從脖子方面可以清楚地看見頸椎骨 肋骨則全部外露 總共有14塊腹肌 至於其他部分則跟貝爾托是差不多 第八種 車利巨人 第一位 皮克 芬格爾 車利巨人又稱為四角爬行巨人 外型 嘴巴長長的像馬一樣 擁有一雙秀麗的眼睛以及烏黑的頭髮 只有四米高而已 很多人都說車利巨人長得不好看 其實我倒覺得還蠻可愛的 如果車利出工材 我一定給他買下去 第九種 戰錘巨人 第一位 威力帶趴的妹妹 戰錘巨人擁有跟季節巨人 一樣精壯的身材 但戰錘的全身都被白色皮膚所覆蓋 半個臉部以及眼睛微微露出 像戴著一個監獄形狀的面具一樣 手拿著一個長棍形的錘子 能夠一直化製造許多不同的武器 等等我還沒說完呢 第四種 矮之巨人 身高1米6 留著一頭中分死於遠的帥哥 除了這幾種造型外 另外我再附上一張更遠古的 九大巨人外型大集合 那麼以上就是歷代九大巨人的所有外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個訂閱別人追蹤我IG以及FB 我是金正恩 我們下次再見